雷尔聊世紀 天天有個星 大家好 我是雷尔 今天要來看日本人對上阿茲特克人 這場比賽是天梯的 阿伯地圖 先來介紹一下日本這個文明 日本的文明特色呢 是他的步兵攻擊速度 是遊戲裡面最快的步兵文明 那他的模仿呢 是半價的 伐木場也是半價的 而且他的採礦地也是半價的 所以他這個特性呢 前期可以省下一些木頭 早點撒下農田 進行一個 早期撒農田經濟壓制的一個打法 那日本人呢 他也可以喔 這樣到處去擦模仿 去吃鹿肉也可以喔 所以你是身為一個守殘黨玩家 如果你的手速不是那麼快 趕路趕得有點障礙的話 你可以選擇日本 直接去擦一個模仿 直接吃一吃 也是挺划算的選擇 雖然村民會來回喔 但如果你可以把這個鹿吃軟 直接直接在旁邊開一個伐木場 就不用移動太遠距離 稍微再圍一下 基本上也不會傷到太多經濟 所以這個是比較適合 手殘的人去選擇的一個打法 所以日本人來說 他是一個也蠻 讓心掃好上手的一文明喔 但是缺點是呢 他的騎兵開甲只有三級 而且沒有遊響 所以他的騎兵會稍微弱了一些喔 尤其是肉麻 去鬧城中心啊 或是打戰毛兵喔 還是有可能會被瞬間秒殺的可能性喔 因為沒有三級馬凱的文明喔 都是這樣子喔 會很容易被秒掉 那日本人呢 他後期主要是打強武步兵 那後期的巨型投石機呢 攻擊速度也是很快喔 點下金冠技術 就可以快速拆裝巨型投石機 攻擊速度跟命中率也會有所提升喔 再來就是他的銀冠技術 可以讓自己的防禦箭塔 還有大型箭塔 全部增加這個箭矢的數量 所以日本人來說 他是比較適合打陣地戰 還有這個步兵突襲戰術 所以我都很適合日本了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阿茲特克人 那阿茲特克人最大的特色呢 是他的步兵傷害非常高 那他的老鷹呢 也是全遊戲裡面攻擊力最高的老鷹喔 點下金冠龍冠戰爭喔 攻擊力可以變成8加9老鷹喔 這個非常凶狠的8加9老鷹 所以阿茲特克人呢 他也是最適合打這個老鷹豹的一個文明 那老鷹豹這個文明 這個打法之前我們在影片有介紹過 這個打法呢 為什麼阿茲比較適合 是因為他的軍事工作效率 是比其他的老鷹果更快的 所以他打阿茲老鷹豹加上頭車生旅 是非常凶狠的一個打法 那他有一個特配喔 就是農田好像只要8片還9片吧 然後或是10片田 或是還14片之類的 然後全部挖黃金 然後你就看到他全部只出老頭 跟老鷹還有頭石車 這些東西 這個打法是超級極限配置打法 那這個版本呢 是比較少見到這個打法 因為阿茲的老鷹的 也不是阿茲喔 就是老鷹的生產速度已經下去了 以前只要20幾秒 現在已經來到30秒了 所以要爆出大量老鷹 沒有像以前那麼簡單 但是阿茲嚴格上來說 他還是可以使用這個戰術的 但通常被擋下來的機率 比以前高了很多 所以現在比較少看到原因的 大概是這樣子 那阿茲特克的後期呢 還可以點出銀貫技術 這個直毛器 讓自己的戰毛兵 可以變成帝王戰毛素子 當然血量是不一樣的 那後期阿茲也可以打重頭 衝車之類的 都也是問題不大的 好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兩邊的封建發展 那我們先看到 阿茲特克 這裡是配了兩幕 然後這邊配了第三隻 村民三幕開 那這裡是高手們比較常見的一個 配置方式喔 一開始先配兩幕 然後開始要圍架的時候 配到四幕甚至五幕 或是直接點下封建時代之後 配到九幕 這是一個比較新手會常常去忘記的一個細節 一開始可以配兩幕是沒有問題的 但後面還是要配到 正常的九幕或十幕 甚至八幕 千萬不能 就是一直兩幕 配到封建上去時代之後才發現 唉 均勻都按不下去 或者是這個試驗場也按不下去 馬座也按不下去 好 這個是新手比較常見的一個問題 所以這個配木頭 在黑暗時代來說也是一個 蠻需要去思考的一個問題 那我們看到道德這邊是打一個 非常非常小微的一個策略打法 那這個小微的好處呢 就是他不用耗費太多資源 就可以趕快下射箭場還有兵工場 甚至待會這個金礦 插一根箭塔 然後開始挖進也可以 甚至不插箭塔 直接用兵防守也是可以考慮的 那日本這邊的打法呢 是先打了兩棒棒 沒有轉裝甲的一個策略 那不轉裝甲的策略 是對他來說 他只是需要用這兩隻棒棒 去前期壓制對手 但是如果確定對方是打這個 老鷹爆的話 那日本人呢 也可以考慮去轉出裝甲步兵的升級 那如果他是打工兵系的話 那這邊日本可能就要轉工兵 或者是毛兵 進行反制 那當然工兵數量也要夠多 才能打贏這個鷹刺猴 鷹刺猴天生自帶兩點遠方 那工兵的話是四點 點下一級攻之後呢 會變五點了 所以數量夠多的弓箭手 是可以打贏沒有點任何防御的老鷹的 這個是在封建時代上 打老鷹可以值得去記的一個重點 那道德這邊也知道自己的老鷹 本身就沒什麼防御 所以這邊轉出毛兵是要來反制對方的工兵的 但MBL也知道他現在這個轉兵對他非常不利 所以他這邊是想要繞到背後 直接偷搞一波 照片的部分就直接圍死了 MBL這邊還是頂尖玩家 這個意識還是非常的好 知道什麼時候該做什麼事情 而且圍的方式也是非常的果斷 直接一個大圍 拉了大概三四村 直接圍爆 圍完之後呢 趕快回來就去撒農田 想要上城堡時代 好那MBL這邊去騷擾 直接送掉了一隻工兵 剩下四隻毛兵在家裡防守 道德看起來也沒什麼太大問題 槍兵還戳掉了這隻肉馬 那側命的方便呢 毛兵加上老鷹的入侵威力 其實沒這麼強大 很容易被擋在門外 甚至就算他要直接打破木場進去 也很容易被蓋兩個防止 就被鎖起來 所以道德這邊應該是不會再繼續出兵 進行強攻 按個老鷹就差不多了 那為什麼這邊要按老鷹 主要是因為我們剛剛開頭的講到 老鷹這個單位在現在這個版本裡面 已經算是生產速度很慢的一個單位了 那一定要從封建時代開始去 囤積這個老鷹數量 那一到城堡時代呢 這個老鷹爆加升頭戰術就會非常的兇猛 因為畢竟你可以在封建屯老鷹 上到城堡時代變英勇士 再點下二級防 哇那個坦度真的是連城鎮中心都打不動的 非常難受 那日本這邊要解老鷹喔 我們剛剛有提到可以轉裝甲步兵 那日本呢 確實也是轉出了裝甲步兵 那裝甲步兵還可以吃到日本的 攻擊速度加33%的一個傷害加成 所以這個 直上常見兵戰術我覺得是非常OK的 好那這邊看到常見兵還有7秒 但是阿茲特克看到這邊常見兵UP上去 選擇往後拉走 而且護衛技術已經點下了 所以可以追到對方的毛病 移動速度已經可以追得上敵方單位了 好 阿茲這邊已經點下了英勇士的升級 這個馬上升英勇 這是阿茲的一個以前很強勢的打法 但我們這邊可以明顯看到 好 這邊常見兵先來看一下交戰 換掉兩三隻老鷹 哇一隻換三隻 就知道常見兵打老鷹有多痛了 那阿茲本身他的裝甲是被所有的步兵給克制住的 但是老鷹的一個優點是呢 他不怕長槍兵也不怕對方的老頭 基本上他有抗招降能力 而且打老頭也額外增傷 結果阿茲的老頭一瞬之間就被常見兵給打倒了 然後我們這邊有看到這個細節 阿茲的黃金一直都很爆 你就看到剛剛還有兩三百 但他這邊全部投資在修道院上 那如果在以前的版本來說 他可以把這個黃金全部投資在這個軍銀上 爆出大量老鷹是沒有問題的 那如果現在你要爆出大量老鷹的話 就勢必你要去按下更多的這個軍銀喔 去做取捨來爆出來 那如果現在一直存打老鷹的話 很容易被日本的常見兵給擋下來 所以阿茲這邊轉出老頭是一個最適當的轉兵喔 這邊兩隻想要進來解決老頭 但沒有機會馬上毒死 稻荷的速度還是很快 常見兵再一刀 再收掉一隻老鷹 好這邊神聖思想研發好了 可以招想一下這邊常見兵 那常見兵這個單位比較可惜的一點喔 所以他移動速度沒有像騎士這麼的優勢 而且要點下二攻之後 才可以四刀砍死一隻村民喔 現在日本這邊要砍死村民的話要砍到五刀 所以現在與騷擾對方的村民效率來說 並不是這麼的有優勢 那日本這邊轉出了肉馬 開始要來進行反噬阿茲特克的老頭了 那阿茲特克這邊只要轉出長槍兵喔 也可以進行反擊 甚至繼續爆老鷹喔 也稍微能打 雖然以大量的輕騎兵來說 阿茲可能還是會難受一點 畢竟阿茲特克的老鷹喔 是近防靈喔 那攻擊力跟肉馬是一樣的 都是七攻 但血量上來說是低於日本這邊的 當然日本在點下品種之後會變成80滴血喔 那英勇士呢只有55滴血 所以整體看下來 日本只單出肉馬也是可以打贏 這個老鷹配上老頭的這個打法 只要攻防稍微點下 品種補一下就可以打得贏了 所以日本這邊其實不用全出常見兵 一半一半出的話可能會更適合現在的出戰方式喔 好這邊肉馬抓掉老頭 老頭這邊直接被擊倒了 獸物想要搬回家但是沒有機會 現在只有點下神聖思想的關係 但是還是需要打到三下 OK直接搞定 那這邊阿茲至少還要再點兩個科技喔 血量才會躺住三下的輕奇病傷害 印象中好像還要再點兩個 才需要砍到四下 所以這邊阿茲大會有可能要先補個宗教狂熱 那或者是再點個 欸還有什麼可以點 草藥治療 草藥治療是帝王時代的 總體而言阿茲特克 待會也可以點這個救贖思想 或宗教狂熱喔 去補足這個老頭的科技喔 宗教狂熱 是可以增加老頭的技術速度 救贖思想的話 可以招搶敵方的建築物喔 還有工程器 所以這個也算是 打僧侶戰裡面喔 必備的這兩個科技喔 阿茲這裡每點一個老頭科技呢 都會加5滴血 待會再補兩個血量到60滴血 這個坦度就起來了 好那看到日本這邊想要前置壓寶 現在他是有軍事上的優勢 直接想要前壓 把這個城堡蓋在了前方的位置 那這邊要先確保 正面要打飛營喔 才OK喔 好這邊第一時間拉了非常多 肉麻刀的後方進行攻擊老頭 老頭第一時間被砍掉 現在還是只要三刀 就可以砍死一隻老頭的關係 老頭倒地速度非常快速 後面的場景民跟了過來 但是直接衝撞了城鎮中心 老頭的部分全部倒光 後面三隻肉麻 再繼續往前追擊 又再次抓掉了幾隻老頭 最後只剩下一隻老頭 活在場上 MBL這一波老頭交換 換得非常的nice 好那也是阿斯特 這邊是4TCCANON 日本這邊是雙TC 前置插寶 那以防守勢來說 如果你遇到這種情況 你就直接拉走就好 後面再開一個新的城鎮中心 反正他的城堡是不可能移動的嘛 他又不是越南 一堆藤甲工兵手在走去 瘋狂暴射 那個就非常難受了 又坦然後又痛 這個就是 真的是移動城堡 我都把這個越南的藤甲工兵 講成移動城堡 他真的是很煩 橙角工兵這個單位 依法頭死車也很難打倒 好那回到日本的話題 日本這邊已經補下了烈望塔 那他的銀貫技術呢 是到了城堡時代 就可以研霸的科技 這邊轉出烈望塔 待會再點一個防衛箭塔 繼續生退的話問題不大 但這兩根塔補的意義 有點看不太出來 是為了要防範神 好後面老頭再招搶一下 又招了幾隻常見兵 順利拆掉了這根城鎮中心 好前方再補下了一根烈望塔 那防衛箭塔的資源其實也是吃蠻多的 大概還要再補個食物才行 現在連惡級射還不到 日本武士可以先掃出一點 阿茲這邊需要做的事情 就是要爆出更多的常見兵 或者是老鷹進行壓制 那現在出去出老鷹的話 可能會被日本武士跟常見兵給壓制 阿茲特克也可以考慮 趕快去爆挖石頭 蓋洞把轉出暴勇士 反而是步兵單位 因為暴勇士打常見兵跟日本武士 都是有額外增傷的 所以這場對久也是相當經典對久 到底是暴勇士厲害呢 還是日本武士厲害呢 因為日本武士打寶兵單位 有額外增傷 那暴勇士打步兵呢 也有額外增傷 所以這兩邊都是寶兵可以互相傷害的為民 好那這邊日本武士被招降掉 阿茲這邊突然一波老鷹在後方防守 正面補下了一根城堡 哇那這根城堡很賺喔 一根堡換兩根箭塔 還可以守到自己的主機農田 還有城鎮中心 但是聰明書來說呢 道德是沒有非常領先喔 反正是82村對上86村 聰明才差4村而已 感覺有點是被鬧到了 而且他這邊有點斷村喔 想要先升帝王時代 的一個樣子 OK那果然先升帝王了 好那先升帝王 斷村會斷的有點誇張 但沒有關係 道德這邊趕快再去補村民 那暴龍士的部分可能要趕快開始按起來 那升到帝王時代之後 阿茲特克的老頭就會變得非常強大喔 擁有這個騎士思想 神權政治喔 還有這個印刷技術喔 這三個科技都是帝王時代老頭 比較常用的科技喔 好這邊摁一下 好這裡再補一根新的劍塔 這根劍塔被騎起來 可能會被受到傷害 但阿茲特克這裡又直接靠著買賣一波 花了360黃金 買了200石頭 蓋了一個新的城堡 這根防護劍塔 稍微還是可以 設得到一些村民 帶來城堡 有點難蓋 防護劍塔建起來 設村民很快速 後面老頭也在著想 建塔第一時間設的是老頭 老頭坦得起來嗎 後面的日本武士 已經開始爆砍一波 這根城堡還有85% 這根10%就可以蓋好 OK 這邊蓋好了 搞定 好這邊有事繼續反擊 日本武士 也是越來越上來 好看來這波最後是被城堡射光了 好後方還有更多長建兵 打一個多線燒了 MBL這一波騷擾 確實做到一點事情 而且村民樹也頻頻 已經超過了 道特這邊的村民樹了 92村對87村 村民差距約為6村左右 上面再補一個採礦地 但發現道特原來在上面偷挖石頭 他想說他的石頭怎麼在前面 沒有在挖 卻有這麼多城堡 原來就在正上方 好這邊地龍時代 開中UP的上去 升到地龍時代 趕快按鋸型頭11 先拆除前方的劍塔 還有這個後方的城堡 好那日本這邊呢 是還沒有點下這個 銀罐技術 所以箭矢的部分呢 還是只是會射一隻出來 不是射兩隻箭矢 好阿茲知道地龍時代 馬上補下印刷技術 還有輪軸技術 增加一下經濟效率阿 好 巨頭開拆 MBL這一波強攻 道特守得非常好 如果是一般人 剛剛那一波 防衛箭塔加上日本武士 直接殺進來應該就沒了 當然道特這邊防守還不錯 沒有遇到太大問題 也沒有變成道特寶 近期道特寶的 這個看到的機會 越來越少 已經快要成為歷史了 唉唷 這裡是暴勇士嗎 剛剛尻了一下 被防護箭矢給打死了 還是被城堡射死了 好 阿茲打暴勇士 日本就可能 再繼續打步兵會有點危險 那日本呢 這邊也可以短程強弩 畢竟強弩是有這個拇指環的 但是強弩的部分 又會被老鷹給克制 所以這個部分 對於日本來說是比較頭痛一點的 好 那看到阿茲有非常多的老頭 加上暴勇士 開始堆積數量 好 那日本趕快點一下帝王時代 用這根城堡和防護箭塔 去爭取一點時間 好 現在的克制術應該是要被解掉 好 下方有補一個均勻 想要偷偷騷擾 好 阿茲這邊轉出了非常多的經濟 看起來是可以穩穩的 升到帝王時代 但是到帝王時代 要繼續打日本武士嗎 所以看起來他有這個意圖 好 阿茲 但是如果日本武士叛變的話 也會很麻煩 而且日武打日武也是有外增傷 所以後方老頭 還是要想辦法去解決 會比較好一點 好 阿茲把武士爆打一波 全部倒光 只炒了一村 炒掉了 好 帝王時代還有一分鐘 阿茲特撿下了神拳政治 但是 運刷技術也up上去了 救贖思想還沒有點 但這個情況也不需要 除非日本這邊轉出火炮 但也不太可能轉火炮 這個情況 所以日本這邊感覺轉強武士 比較好的選擇 好 暴龍士直接點下了精銳 攻擊力12加1 後方老頭在後面有補師單單 而且射程是9加3 十二射程的招翔距離 ok 解掉了正方的城堡 阿茲特撲下了板甲技術 我也要來增加一下步兵的防禦力 那日本這邊轉出了日本武士 準備要來對打 還是精銳的喔 兩位都是差不多時間點下了步兵的板甲 好 當然這根高地寶 好 希望能修得回來 至少拉個25吋左右才能修得回來 因為人家是4巨頭 4巨頭沒有超過20吋以上去修的話 一定修不回來 好 正面直接開打 轉用自己的日本武士給對方壓力 但是暴龍士在高地處 高打低傷害非常高 後面巨頭司機還在輸出當中 日本武士沒有辦法一次排開 造成後面有些日本武士再躲來躲去 但是暴龍士也是以再躲機會 低補上去的人數 但兩邊的B數看起來好像不分上下 但是後方有老頭在進行補線的關係 暴龍士比較多的純樸下來 而且還有遭響喔 這波是MBL的正面全線潰敗 好 但這邊打了一個多線 控制了一下上方的黃金礦 但正面城堡依舊是守不下來 還是被拆掉 這樣對於MBL來說是非常危險的喔 他已經投資了精銳日本武士 但是城堡只剩下移動的關係 要量產出更多的綠武 是不太可能的事情喔 而且阿斯特克補了更多的暴龍士 往了前面走 還點下了金冠 攻擊力再加4 龍冠戰爭 攻擊力現在是 12加5 17攻阿 這邊在補翼攻上去 就跟遊俠的傷害一樣了 遊俠是14加4 18攻的傷害 暴龍士可以打到20攻 比這個遊俠還要痛 而且造價也比遊俠還要便宜 阿斯特克人的暴龍士 是一個不太適合正面硬幹的文明 跟他正面硬打 其實是越打越虧的 人家造價便宜 而且傷害極高 遠防還有6 近戰防禦還有5 好 這邊直接用巨頭拆掉城市中心 好 不理 OK 這邊阿斯特克補下了3攻之後 好 那會毀天秘地的 阿斯的步運 那日本這邊繼續轉出更多的城堡 往後補 繼續補出日本武士出來 這裡看起來 MBL沒有打算要轉強武了 畢竟轉強武的空窗期有點長 還需要點下化學三級射 還有拇指環 還有強武的三級 這些科技總總加起來也需要1000多肉 而且黃金吃得更兇 日本武士還比強武還要便宜 這個轉兵的時機點 就是有點看觀念的 還有這個時機阿 也不是說你想轉就能轉得出來了 畢竟這不是什麼一箭手遊 一箭升級 沒有這種東西的 所以現在要升級上去是非常花時間跟資源的 好 目前看到MBL 村民樹來到120村 村民樹沒有繼續補 那人口來到160人口 到頭的話則是來到200人口 那通常對於200人口的狀況 如果你是200人口那一方 你會想要打得更積極一點 或是轉出更多有用的科技 那如果DOT會認為MBL會轉強武的話 他也可以馬上點下銀罐 然後點下防禦 然後彈道學 神話學 就可以轉出這個超強的戰毛兵 所以整個轉兵過程的一個性價比來說 日本要轉出非常多的科技 才可以反制這個金銳暴侶式 但是阿茲特克 只要輕鬆點下戰毛兵 這些東西 科技稍微點一些 就可以馬上up上去了 其實比強盧要點的東西還要少很多 而且還不需要吃黃金 所以MBL可能也是顧慮到這一點 他可能認為阿茲特克有這個直毛器 所以轉強武並不是非常划算 畢竟人家的戰毛兵 手的射程非常的遠 阿茲特克這邊主要已經轉出了中頭 那這邊轉重頭應該也沒問題 再升級一階上去 也OK 成人中心這邊拆掉 這裡好多農田沒有辦法繼續耕種 23片田 下方的黃金還被控 完了 這個是日本的命脈 好日本這邊已經吸血一波大軍 69隻日本武士 對上阿茲特克 63隻 還有後面少量的老頭 6隻老頭 那道德這邊老頭出的數量我覺得非常恰當 因為6隻差不多就是一波的招響 但是我可以覺得再多個幾隻了 到10隻 好第二輪招響的話還可以再繼續用 如果他手勢真的夠快的話 那6隻來說我覺得對一個人來說是正常的極限 同時用6隻老頭招響的一個極限手術範圍 好阿茲特克補下了重心頭10側的升級 那重頭打步兵來說傷害非常的高 而且效果非常好 阿茲轉動頭也是在打後期比較常看到的一個工程器的選擇 好日本這邊轉出了火槍 轉強弩太慢 火槍更快解 好這邊直接開打火槍在後面輸出 但數量火槍還不夠 這波要開打嗎 MBL一直在試探 道特的防守底線 但是道特一直想要在這個高低進行反擊 利用自己的巨型偷視機攻擊後方的火槍 也用老頭招響後方的火槍進行反制 這面的日本武士砍爆了非常多的暴龍士 暴龍士竟然虧不成軍 直接被剁成肉泥 但是正方的老頭被補了過來 火槍也是依序補下 道特這邊的資源上還有非常多 後面又補了三隻幾隻的暴龍士 往前線集結 但是自己的巨型偷視機全部被解掉 日本武士開始趁勝追擊 但是他沒有任何一台工程器阿 這個是要去往那裡工程的 好這邊看到中頭 掌握一發 三隻火槍 秒殺 OK 轉出了中頭之後 阿茲 非常強悍 日本這邊該怎麼打呢 欸 MBL這時候突然打出了GG 原來你是要這樣子打的嗎 好這樣打也沒什麼問題 那這邊可能 日本會想打GG的原因 是因為下方這邊稍微被控了 雖然現在被搶回來 但是阿茲有五生物的關係 所以可能讓他覺得 這個黃金挖完他自己也沒戲唱了 而且人家都已經轉出中頭 只要中頭一出來之後 日本就會很難受 自己步兵大軍可能會被壓制住 阿茲特克人後期還可以繼續爆出更多老頭 還有爆武士出來前線對抗 但是日本這邊 日本武士的傷害實在是太高了 直接正面砍爆了大量的爆武士 沒有想到爆武士完全扛不住日本武士的雙刀流傷害 當然日本我們記得他是沒有火炮的文明 所以遇到中頭來說 他要去針對中頭是有點打不太你的 除非要轉出大量肉麻去硬抓 才有可能抓得掉 那老頭科技雖然有475救贖思想 但是阿茲特克也可以把他的老頭給招想過來 以老頭科技線來說的話 日本雖然稍微差了一點 但阿茲的話還有這個血量優勢 所以日本人可能覺得自己沒有機會 才打出GG 好 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是由阿茲特克拿下了蠻多的 哇 贏了12000左右資源 黃金正式整整贏了7800 五勝物纏了5300黃金 非常誇張 KD方面是日本跟阿茲兩邊都差不多 畢竟兩邊的寶兵都可以互相傷害 但是最後還是看到日本武士更勝一籌 直接砍爆了後方的大量爆武士 那當然後方的火槍也是幫到一點忙 讓前方的老頭沒有辦法招響日本武士 一定要招火槍 然後火槍被招完之後 也沒有辦法繼續輸出 很容易就被MBL的火槍給射掉了 好啦 那麼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了 如果喜歡這部影片的話 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kuv 你可以 mak Sind 什麼 小 很 可以 居 感谢观看